你好我是劉奶爸 在第69頁的地方 這頁寫了你的名單就是策略 你的名單就是策略 這一頁裡面 給大家看清楚一點每一個字 你可以把它填格 然後看一下這張寫的 你也可以聽我直接念 這一頁我記得我之前有把它拍下來 然後放到我的臉書上去分享 這頁講的就是你的名單就是策略 為什麼呢? 它寫正如先前所提到的 自從我走上創業之路之後 建立名單便一直是我的一個核心策略 記住核心策略 事實上呢 它是在我邁開大步出發時所僅有的一項策略 Only one 僅有的一項策略 甚至早在我擁有網站之前 便已經開始努力建立那份名單了 它在沒有網站的時候就已經要建立名單了 我已經無法確切的記得 為什麼會從第一天起 便如此心無旁駛的聚焦於名單的建立 但我可以馬上了解到 這些名單的威力是何等強大 簡言之這些名單已成了基石 凡是我經營事業中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建立在他們之上 想當然了在經過多年之後 不少人也弄明白了它的價值所在 於是忙著建立起他們的名單 不過還有另外一樣東西 使得我和這些人大為不同 而這個不同點可歸納為兩個字 叫做關係 關係 好 重點來囉 網路行銷強調的是什麼 如果你要贏過別人 第一點你的名單必須比你的對手還要多 第二個 你要贏過別人必須你和這些名單的人 產生對方強烈信賴你的信任關係 所以網路行銷它可以從很多工具開始教 很多內容開始教 很多文案開始教 很多美工開始教 很多駕站的知識開始教 可是它到最後集結到最後精華是什麼 前面學的那些東西 其實最後的精華都集結於兩件事情 大量的有效名單 還有跟這些名單的人產生關係 讓這些人跟你產生密切的信任關係 只要你能夠做到這兩件事情 而且持續去做這兩件事情 你的收入就會源源不絕 因為不管你賣什麼產品 不管你賣什麼產品 不管你賣什麼產品 你都必須跟人有關係 那這個關係呢 是建立在別人對你是否足夠信任 並不是在於說你認識的朋友有多少 你認識多少朋友 跟你有多少准客戶的名單是兩回事 這是兩回事 你認識的朋友可能他在你生活上對你有幫助 但是他不可能一直跟你消費 一直跟你買東西 所以為什麼我們去很多社交場合交換很多名片 但是呢 這些名片真正為你帶來的效益其實很低 當然 有可能是因為你不懂得怎麼利用這個名片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這些名片呢 他最後跟你有關係的人呢 是某些比較常跟你見面聊天 才能夠產生信任關係 進而幫你介紹客戶 或者是你們變成很好的朋友 變成事業上的夥伴 或者是在生活上會互相扶持的好朋友 所以你還要大量收集名片嗎 其實要也可以不用 如果你懂得網路行銷的話 你可以不用到處去收集名片 你可以在網路上去打廣告 收集到潛在客戶的名單 但是如果你是會跑社交場合去收集名片的人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去浪費收集來的名片 因為到社交場合你交換來的名片 其實都是你苦心花心血 花時間 花交通費去拿到的 甚至你花了學費去上課 和朋友交換來 和同學交換來的名片 這些名片都不應該隨便丟掉 如果你懂得善用這些名片的話 你可以定時產生我剛剛講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關係 因為你拿到名片之後 其實那個等同於一個名單 但是這不代表你跟他已經建立了關係 但是你要怎麼跟這些名片建立關係 在我之前的影片都有講到 你可以利用名片管理工具 定時去發送訊息給對方 發送簡訊或是發送電子郵件的方式 你可以把你的專業知識自我介紹 定時排成分批發送 也許你可以排成一年 每個禮拜一封 或者是一個月每個月一封 讓對方在這一年之內 都可以持續接收到你的訊息 讓這些人知道你的本業到底是做什麼 然後你可以提供的價值在哪裡 如果這些人都知道了 那你這些名片就不會浪費了 也代表你們的關係其實已經建立起來了 但是他持單向性的建立 就是對方認識你也了解你 但是你不了解對方 你不了解對方 可是如果你們沒有約見面的話 你永遠不可能做到雙向的關係 但是在網路行銷裡面 你大部分做的其實只要做到單向關係 你就可以拿到訂單 只要做到單向關係 也就是說你的這些名單客戶 你可能是透過臉書廣告或是 關鍵字廣告取得的準客戶名單 目標客戶潛在客戶名單 他們跟你不會產生什麼關係 他們不會介紹什麼朋友給你 但是如果你的商品夠好 你的服務夠棒 他們會產生口碑 他們會介紹他們的朋友來跟你消費 這個就是名單的重要性 那策略呢就只有一個 大量產生大量建立名單 大量收集名單 然後大量跟這些名單產生關係 讓他們信任你 把你當作這個行業的權威 那你就不用擔心你的業績來源了 這就是個旅行動動作 一大量產生大的 有個旅行動動作 我建議你